哈囉大家好,我是秀卒 今天我要化身成圓夢小天使 沒錯,今天要來幫大家圓一個超跑夢 喜歡跑車的你,一定要往下看 眼尖的朋友看到這裡 應該就知道我們要開箱的是 來自Mercedes AMG 和維新強強聯手 限量款聯名筆電 來賓請掌聲加尖叫 這也是雙方再一次的聯名喔 延續去年的合作 今年推出尺寸更大 性能更提升的 Steels 18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是不是跟我一樣超級期待啊 咦,馬上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從為何就可以感受到 Steels 18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誠意滿滿的聯名設計細節 我超級喜歡這個左右開箱的方式 很有儀式感 不說我還以為今天要開箱哪個精品呢 開箱後更是可以感受到 滿滿的聯名細節 從筆電彩合、收納袋 已經隨附的無線滑鼠 還有電源供應器 甚至使用說明書 都可以看到Mercedes AMG的logo元素喔 再來,微星和Mercedes AMG的夢幻聯動 最大的意義在於 大家都知道 AMG就是秉駛車卓越性能的象徵 提供車主高效、獨特和動感的假日樂趣 而Steels 18 同樣也是一台效能強大的筆電喔 核心搭載 Intel Core Ultra 9 處理器 以及 RTX 4080 筆記型電腦GPU 效能也絕對都是極致、機鍵等級的 不免俗 我們先從外型來看 Steels 系列的風格本來就是比較簡約低調的 所以這一次設計主軸同樣是沉穩的暗夜黑 機身採用美鋁合金材質 帶有一點點的霧面質感 而微星和Mercedes AMG的LOGO 則是恰如其分的做了點綴 讓整體視覺有了亮點 機身重量控制在約2.9公斤 厚度約19.9mm 屬於輕薄筆電的取向 搭配99.9瓦時的大容量電池 保有外出攜帶的彈性和長續航力的表現 不過18吋的筆電 我自己還是更偏向定點的使用 仔細觀察 整台筆電當然還有許多 Mercedes AMG的元素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看吧 打開筆電後 防塵部也有MSI和Mercedes AMG的LOGO 通常防塵部會很不小心弄丟 但這一塊布我絕對會好好珍惜 可以看到C面鍵盤下方置碗區域的表面 有滿滿的AMG標誌圖樣 AMG控肯定會愛到不行 再來玩家常用的WASD 也延續了這一次聯名的概念 再來我最喜歡的帶有玻璃質感的KG鍵這個細節 加上Start Engine字樣 每一次KG 真的就像是在發動引擎 超級有儀式感 對了對了 出風口也有設計的細節喔 筆電後面的散熱區域 也加上AMG 菱形圖騰 看起來超級像跑車的排氣口 想像一下油門吹下去 引擎低鳴 然後排氣的畫面是不是超級帥 往前走喔 看完設計 剛才說AMG代表的是最強大的效能 所以Steels 18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規格 自然也要優點料 核心搭載Intel Code Ultra 9 185H 處理器 以及NVIDIA GeForce RTX 4080 12GB GDDR6 比進行電腦GPU 以及給你64GB DDR5 記憶體 和2TB 的 SSD 儲存空間 這個配置都是高階筆電的水準等級喔 如果說引擎就是車子的心臟 那CPU 和GPU 肯定就是筆電的心臟囉 Deus 18 Mercedes AMG 搭載Intel Code Ultra 9 處理器 包含6個P核心、8個E核心 還有兩個低功耗核心 共有16核心、22執行室 最高加速時脈有5.1GHz 而身為新一代AI筆電處理器也整合了NPU 可以更有效率的進行AI運算 也可以保護資料隱私 再來 NVIDIA GeForce RTX 4080 12GB GDDR6 比進行電腦GPU 對於遊戲或是圖像運算上 有 DLSS 3.5 加速 並透過 AI 來擴增像素和產出畫格 都有非常好的表現 進行複雜的 3D 建模或影像渲染都是OK的喔 車子要開才知道好不好 筆電當然也是啊 所以我們也用了跑翻軟體來測試一下 在 3D Mark 的 Fire Strike 得到 32825 在 PC Mark 10 得到 10102 的成績 在 Cinebench 得到 19693 提供給大家參考囉 我自己覺得啊 Steels 系列在電競和創作者之間 找到非常好的平衡喔 所以我也用它來實際玩遊戲 欸先說這是功夫需要 絕對不是我要偷懶喔 我就以 2077 地平線5 這幾款 3A 遊戲來實戰一下 在 2077 的 2K 畫質 然後特效全K 玩起來都是很絲滑流暢 而且畫質超級好 說到玩遊戲 老朋友都知道我要說什麼吧 記得要打開 DLSS 喔 另外一個實測的部分 身為新一代的 AI 筆電 當然要有 AI 透過內建的 MSI Center 可以監控筆電 像是 CPU 和 GPU 的使用率 SSD 的儲存容量等 也可以切換使用情境 包含效能 平衡 安靜 與超級電力 或是交給微星的 AI 智慧引擎 可以針對不同的應用程式使用情境 自動調整 並且提供最合適的硬體效能 除此之外 Steels 18 Mercedes AMG 也支援 MSI 獨家研發的 AI Artists 軟體 它是本機運算的紋身圖服務 用簡短的指令字彙也可以創造出豐富的圖像喔 以此最多可以生成 16 張圖 除了紋身圖 AI Artists 也可以圖身圖 圖身文 甚至可以輸出保存所有圖層的 PSD 檔 可以把生成圖丟到 Photoshop 做更多的編輯喔 而本機運算最大的優勢就是不用聯網 效率提升之外也可以避免資料外洩 接著看到 Steels 18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的螢幕吧 採用 16 比 10 的主流黃金比例 18 層 mini LED IPS 等級面板 最高 3840 x 2400 UHD Plus 解析度 也有 120 赫兹螢幕更新率 當然對創作者更重要的部分 100% 的 DCI-P3 廣色域 透過 VISA Display HDR 1000 認證 可以顯示更多的色彩細節 另外一個螢幕的小細節 搭載 IR Full HD 的視訊鏡頭 支援 HDR 與 3D Noise Reduction Plus 的降噪功能 也可以進行生物辨識安全性的登入喔 欸 別看我這樣我還是有在工作的好嗎 這裡有 AMG 這裡也有 AMG 這裡也是 AMG 我在做夢嗎 這是什麼夢幻聯動啊 繼續來看到鍵盤 筆電採用全尺寸配置加上獨立 9 公格數字鍵 因為大小來到 18 寸 所以整體鍵盤的設計大小都是一樣的 實際用起來的手感也很不錯喔 也不會有按鍵太小誤觸的問題 再來 Steel Series 的單件 RGB 全彩背光電競鍵盤 然後鍵盤和觸控板之間 加上了常見於時下豪稱內裝的裝飾燈條 除了展現設計細節 也能清楚的劃分使用區域 我想 D6 的旋就是這樣 另外呢 大尺寸的觸控板使用起來很絲滑喔 接著左右兩側可以看到 Zine Audio 的 2 瓦全音域喇叭 和 4 顆 2 瓦重低音喇叭 組成的 6 音響系統 支援播放 Hi-Res 高解析音樂 帶來更進階的音質享受 誒是不是都在等我每次要提到的重點啊 沒錯就是散熱啦 Zill 18 Mercedes AMG Motosport 採用了 Vapor Trimber Cooler 用大面積的均溫板加上雙風扇 四組散熱管的設計 最大效益的帶出筆電本身的廢熱 保持效能的穩定 再來呢 平常我們很少講到筆電的背面 但這一台背面也是細節滿滿囉 我們可以先看到 經典龍頓和 Mercedes AMG 的 Logo 在兩側作陣 中間則是有筆電鍵和車鍵 兩家代表性全球大廠CEO的金屬簽名版 來來來來來給大家欣賞一下 筆電本身也提供了完整的連接部 右側有兩個 USB-C 其中一個有支援 Soundboard 4 還有一個 SD 讀卡機 左側有兩個 USB 3.2 Gen 2 Type-A 和一個 3.5mm Ermacro 然後呢把 HDMI 孔 RJ45 網路孔 和電源孔 整鎖在後方 真的要說比較可惜的地方呢 就是只有支援一個 Soundboard 4 總結一下 Steel 18 Mercedes AMG Motorsport 滿滿的聯名細節 從背蓋、C面置碗區和散熱孔 都可以看到聯名設計元素 甚至把引擎發動和開機鍵結合 我真的很愛這些細節 但也沒有因此忽略筆電的效能 Intel Core Ultra 9 處理器 搭配 GeForce Artic 4080 的 GPU 相互呼應 AMG 所追求的強大效能 其他包含 4K Mini LED 面板 記憶體數量和 SSD 容量也都屬於高階規格 而 Steels 18 除了有限量聯名款 也有一般的版本可以做選擇 只有在記憶體規格上面有小小的差別 說到我最喜歡 Steels 的原因 就是它有一點在電競和創作者之間有移 但是又巧妙融入這兩種使用者的需求 想要玩遊戲我會推薦 Steels 系列 如果是創作者呢 我覺得 Steels 系列也非常的適合 如果你最近也在找一台全方面的性能筆電 我想它很值得加入你的清單喔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想要看我們開箱什麼樣的產品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是秀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